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 农历新年首次被列为巴拿马的全国性节日 这也象征了华人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得到了认同 而这一天 当地华人等了近170年 我老家是广东华都的 我是应该说是第二代华人在巴拿马这里 我现在我家里有四口人 我老婆 一个儿子 一个女孩 我是巴拿马第一个做印刷厂的华人在这里 我的印刷厂做了应该有23年 一共有三十个员工 大部分都是我们华人的业务 日历 福字 灯笼 在通行西班牙语的巴拿马 华人依旧保有着这些传统过节的装饰 张志信的印刷厂出品过很多这些装饰品 在海外的华人 春节对我们来说是唯一一个最大的结议 巴拿马距离中国一万五千零五十公里 一百七十多年来 许多华人背井离乡到这里创业 继而落地生根 凭借的正是华人族群特有的刻苦耐劳精神 在巴拿马的一年365天 绝大多数时候 张志信的印刷厂都会开门营业 只有春节这天 无论如何他都会关门休假 这个节日很隆重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能够关门的也会关门一天来休息 跟所有的家人团聚 去去大餐 去玩一下旅游一下 每年关一天门 肯定会关了他 广东人的文化中 无稽不成宴 每年大年三十这一天 张志信依旧按照家乡广东发多的习俗 与家人吃上一顿 有鱼有鸡的团年饭 之后给儿女派立誓 我们之前的春节 一到年三些 就是有七个团年饭 然后初一就去看看那些 桥舍举办的活动 牡丝 母狼 还有就是使馆跟当我们的桥舍举办一些大型的文艺晚会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 巴拿马的华人 仍小心翼翼地保存和传承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根 这里是巴拿马城的唐人街 地处中美洲最南部地区的巴拿马 以连接大西洋及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而著名 在这个总人口约430万的国家 有约20万华人 张慈修 20世纪60年代来到巴拿马打拼 目前是巴拿马中华总会的永久名誉会长 年过90的他见证了半个世纪的巴拿马华人奋斗史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是难民的身份出来在香港 拿了难民的护照 我觉得巴拿马最好 所以我大概在1962年63年的时候 我就到了巴拿马福利中里面做生意到现在的位置 我们以前巴拿马的中国人 都是做一点洗衣店或是迷你收败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很苦了 中国在30多年以前开放以后 因为中国有这个器材的零件 还有建筑的材料 还有吃的等等的东西 都是又便宜又好 那么当时的巴拿马的人要进口中国的东西来很困难 因为园与方面不同 所以有很多巴拿马的老巴乔也是很请这个机位 就抓住这个机位呢 帮助巴拿马人要的东西我们从中国进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巴拿马的华侨在这个时候就富裕起来了 中国人的财富呢 现在华侨都很好 最近这个20多年以后呢 有很多人都称我们当罗伯特 当个业务 这是我 就是说我们这华人在巴拿马的这个 这个几十年中线 树里的影像 你们就知道在巴拿马 巴拿马的华人怎么样的地位 农历虎年到来前夕 张慈修在巴拿马的两个老朋友 巴拿马孔子学院院长乌俊辉 和巴拿马苏浙同乡会会长高浩前来拜访 以便打麻将 以便商谈华人社区事务 华人在巴拿马打拼的同时 他们所展现的中华文化 也在潜移默化地丰富着巴拿马文化 华人移民巴拿马有一百七十年历史 中国人 巴拿马人对中国文化的最直接的切用 就是中国美食 你看 像我们中国人的餐馆的 那个早点 早餐 炒饭 各方面的美食 对巴拿马人的融入是一个 很早就进入 特别是巴拿马人 以前按照他们历史的文化的记载 巴拿马人不吃米饭的 他们是吃那个大椒啊 玉米啊 木薯之类的 是他们主食 今天的巴拿马 你看看哪个超市没有大米卖 都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中国米饭 大米成了他们巴拿马人的主食 这个是一个中国文化 融入巴拿马社会 融入巴拿马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华人的基因里 儒家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理质用 何为贵 是巴拿马以及全球华人的 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 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 华人如潺潺流水般融入世界 因为中国来到巴拿马很勤劳 做店铺啊 做小生意啊 很勤劳 也就是勤劳 不闹事不搞事的这种族群 对巴拿马人也很友好 你看很多很多小店铺 特别以前我也做过这小店铺 巴拿马人他们 因为他的生活观念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不留余粮的 有些好像没有饭吃怎么办呢 他到这个店铺里面 还可以设账 设一点账 下个发工资再给账 这些也体现到 中国人对他们的友善 这个他们你看好像很多 你可以找随便一个餐馆 或者一个店铺去看 很多人都目前还得给他们设账 Siento que Panamá es un país que realmente a través de la historia ha sido de los que menos xenofobia tiene Panamá es un país muy inclusivo y dentro de los chinos en particular han aportado mucho a la cultura a la idiosincrasia a la sociedad panameña entonces forman parte de nuestra cultura y al final se sienten muy cómodos a tal punto que te insisto realmente para nosotros más de decirles que son chinos ya para nosotros son chinos panameños si lo quieres decir de alguna manera así que es muy fácil la interacción cultural entre todos y se puede ver en la banca se puede ver en los centros comerciales y hasta en las mismas escuelas 在 Panamá 华人社群 与中国联系紧密 他们在中巴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 一直扮演着 沟通纽带的角色 中国的华语真正的深入在巴拿马的 不管是政治全是全部是讲巴拿马 这样中国的故事给他们听 巴拿马的侯团做了一些穿进影线的作用 因为我们那些华侨华林 他们会带一些巴拿马的商界人士 政治家去中国访问 让他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 2020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巴拿马 在巴拿马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当地华人发扬互助精神 出钱出力 我们可以讲 我们巴拿马的华人 跟巴拿马的政府的关系是很 亲密的很 非常非常好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好的 在病毒的时候 除了大事官的领 领导之下 我们华侨每一个会馆 都捐了好多的口罩 吃的粮食 给保安的警察局 都是联系得非常好 现在巴拿马人都非常爱我们中国 每一个巴拿马人都是我们中国人 亲自是自己最好的 全部帮助他们 经过数代华人的努力 中国的农历新年 在2021年 被巴拿马政府列为全国性节日 自2022年起 开始生效 这些是一种的一种大事件 的组织 是一种大事件的组织 是一种的组织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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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国家 和国家 的组织 的组织 成为 巴拿马的国家 当地华人社团会举办 多至几万观众的大型春节表演 唐人街会舞龙舞视 虽地处热带四季如下 但这个中美洲小国 依然洋溢着春的气息 以前过春节 我们每个同乡会 都有这个Fiesta 都要这个 从年初五月二五 要到年初四五 这个是五天中间 所以非常热闹 巴拿马政府十分重视华人文化 2022年 农历新年列入巴拿马 全国性节日第一年 当局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 不仅华人社区 连整个巴拿马都弥漫着春节的氛围 前面我期待 我希望你们这年 去祝福与你们 如果不记得 是24月 是4月的日子 是4月的日子 这就是食物非常香 所以我们继续等待 1854年 第一批华人背井离乡坐上轮船 跨越太平洋来到巴拿马谋生 而在一百多年之后 华人已经融入了巴拿马 成为国家的一分子 2017年 中国和巴拿马建交之后 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发展势头强劲 中国和巴拿马的文化交流故事 又将如何演绎呢 下一节回来 我们继续 我是广东花兜人 我们现在做的是轮胎行业 我们是巴拿马的玲珑轮胎的总代理 我们都是有批发零售 还有我们的品牌店 我是1986年来的 91年就跟我老公结婚 然后有了家庭 有五个小孩 小孩也在这里上学 所以就在这里发展 初中毕业后 罗秋燕就跟随父亲来到巴拿马闯荡 一转眼 35年过去了 如今的罗秋燕 是拥有一百多号工人的轮胎厂老板 无论家业大小 在春节这一天 给自己放个假 是罗秋燕每年的固定动作 疫情的出现 让习以为常的大规模聚会变得遥远 好在一家人的团聚 是春节最为重要的主题 和往年一样 罗秋燕出发前往花市 为一家人挑选寓意美好的妆点 罗秋燕去花市的习惯 延续自中国广州 广州人把逛花市称为行花街 行花街过大年的习俗 尚可追溯至明朝末期 至今已经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 对广州人来说 行花街不仅是为了买年花 更是为了感受花街的热闹气氛 逛的花街才有过年的感觉 在花都过年 我们都是吃团圆饭 连三十晚上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然后拍发红包历史 然后大年初一 都会去看虎诗 看花灯之类的 其实我们在巴拿马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过年都有鸡 有鱼 还有汤 莲藕包猪手 它的名字就叫做发财救手 已经三年了 就是因为疫情 也一直没有机会回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每年都回去两次 视频接通 罗秋燕和远在广州花都的表弟 罗成忠 用亲切的客家化 拉起了家常 罗成忠 居住在广州市区 以北46公里的花都圆河村 由于村中人口 大量移居巴拿马 这里被生动地称作 巴拿马村 这条村 就是我们园和村最多巴拿马华桥的 这里基本上都去到七七八八 我们园和村超过六成的人口都是巴拿马 剩下这些在村里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没去巴拿马 或者本身就不想去的那些都有大部分在 我们花都的花都籽的画面可能会占巴拿马华人的七成以上 或者会更多 163年前 第一艘载有中国劳工的船飘洋过海抵达巴拿马 开始书写华人移民巴拿马和建设巴拿马的历史 如今巴拿马的各行各业都活跃着华人的身影 过去很多像罗秋燕一样的华人为了生计远赴巴拿马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力的增强 过去通往巴拿马的单行道 渐渐地成为了双行线 越来越多的巴拿马华人选择把孩子送回中国 让他们学习中文 为小孩子学中文巴拿马的华人是不计成本的 而且他们都很热冲 让那些小孩子对中国有关的印象 因为他们都知道中文是非常强大的语言 他们都不想他们下一代不懂得讲中文 这间就是广堂书院 我们专门培训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 常常出入中巴两国的罗程中 不满足于孩子们只会讲中文 而不了解中华文化 他干脆创办了一间非盈利的学堂 书法 绘画 古琴 古征 象棋 太极拳 都涵盖在这间学堂的课程之中 今天这一堂书法课刚好就是写春联 这一堂书法课 反正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 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过来学习 和了解一下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向国传统文化 今天我向国传统文化 提醒你们 我们决定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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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和中国国传统文化 2017年6月12日 中国和巴拿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两国发展翻开新一页 中国港湾公司 负责阿玛多尔邮轮码头项目的 总经理王旭光 在当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这个码头其实在19年的9月份 基本上主体就建完了 然后到21年的9月份 我们正式移交给这个业主了 业主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老家是山东的 山东为坊 13年就到了我们巴拿马 17年我们这个项目中标以后 正好是6月12号 就我们这个项目 正好是赶在建交的 当天中标的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 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一个行业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现在这个巴拿马政府呢 把这个春节当成了一个 作为一个假日 那这个对我们 我相信对我们这个春节的一个仪式 会更加 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港本身也会组织一些 这些庆祝活动 特别是包括吃年夜饭 放烟花 贴队帘 我们也已经在当地申请了 申请了一个许可 烟花报纸是我们传统的一个 春节的一个仪式 是不是 一个习俗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让大家心情更舒畅一些 漫天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宣告着虎年的到来 罗秋燕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回想与家人朋友团聚 特别想家里的亲人 我还有亲人在中国 还有同学 朋友 罗成忠则表示 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让更多的巴拿马华人 学习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希望这个学堂呢 能够向很多那些 我们这边的小孩也好 有些华人的下一代也好 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老海 或者他以后的生活 有多少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持续两年的疫情 严重影响印刷厂的生意 头脑灵活的张志信 正在开发网上广告平台 打开新市场 一个线上的平台 就是专门给我们中国人 在巴拿马卖广告的 这个平台是免费的 王徐光希望 中港巴拿马邮轮码头项目 能够顺利竣工 迎接全球旅客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 按照巴拿马政府的设想 可以每年可以停靠200艘 5次能提供100万个旅客 来向这里来旅游 所以说呢 就会给巴拿马的旅游业 和它的经济 带来很大的发展 95岁的张慈修说 新的一年 他还会跟其他巴拿马华人一起 继续推动中巴两国交流 做两国关系发展的见证人 中国的华语 中国的华语 真正的深入在巴拿马的 不管是政治全 他们全部讲巴拿马 这样中国的故事给他们听 巴拿马的华语是在爱国 最齐心在一起的 受惠于运河 巴拿马城是中南美洲的金融贸易中心 高楼林立 而此时此刻 城内闹市当中 华人五龙五师庆祝虎年 不同族群的人们跳着舞住行 巴拿马春节 传统的中华文化当中 也渗透着热情似火的拉美风情 而在大洋的另外一端亚洲 地处热带的马来西亚和文莱 当地的春节同样火热 下一集我们将一起下南洋 走进马来西亚和文莱 看一看当地的华人是如何过节的 我是任任 下一节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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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